其实六部分的话,物件使用那个类别的变数跟方法 我们前面讲有物件的变数跟物件方法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类别在宣告的时候 如果宣告成static这个关键字 前面好像我有讲过的类别变数 那这个时候在建立物件的时候呢 并不会替每一个物件建立类别变数和方法 所以如果static的话呢 就是只有一个空间 你就是那个空间是共用的 反正你下一次你再放下一个物件 它会把前面的资料给盖掉了 所以前面我们有做过类似练习 那类别的变数和类别方法都是属于类别的 并不是属于什么呢 类别所建立的物件 所以它new100个还是最后那一个 就是最后资料盖过去的那一个 所以这边又有所谓的类别的什么呢 类别的变数跟物件的变数是不同的 那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这个static 所以这应该要了解一下 如果你将来看到static这个关键字的话 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不然很多同学看到static就很会头痛 为什么这又有static 有些又没有static 到底差别在哪里 就特别注意 它就是一个空间 反正它100个物件 就是共用那个空间 就跟那个剪贴不一样 各位应该有control-C control-V的经验吧 control-C它一定记得哪一个呢 你最后按下那个control-C的嘛 对不对 它前面的才在不在 不在啦 为什么把它盖过去盖过去 所以这个概念有点类似像static 因为它只有一个空间嘛 对不对 除非说你另外在找另外一支应用程式 它可以帮你记得前面的东西嘛 对不对 那不然的话control-C它永远就是会盖过去前面的 这个是固定的规则 OK static也类似 好那再来的话基本上 主要程式码里面会有什么呢 比如说一个static 这个前面加一个static的话 那我们将来 这个就视为一个类别的变数 类别变数 另外还有所谓的类别的方法 类别方法 前面也是加一个static 那就是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static 类别变数跟类别方法 那我们举个例子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基本上在这边 我们输出一样输出成绩 那请各位在底下也是先建立一个student 六好了 应该已经五到六了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主要在几个值上面做 动作就是在那个老师的编号上面 做一个static 为什么 因为这个老师编号通常也就一个老师 所以一个固定的编号 所以是static 就是t100 那另外的话 学生的人数 学生人数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加static 其他都没有加 没有加 那再来的话建构子里面 建构子 这个student6里面的话 就是初始的话会有 总共会有四个资料 一个int 就是它的编号 另外呢 会有三个double 就是学生的成绩 那每触发一次的话呢 这个count的夹夹 count的初始词的话 就是零嘛 对 那只要 因为这个地方 等于是一个共用区嘛 所以你每个物件 就是一个空间 所以count的如果说 你假设没有static的话 那变成永远都是怎么样 就是initial物件一次而已嘛 每一次就一次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放在什么呢 放在的是static 它是共用区嘛 所以它一定什么 它只要呼叫一次 才会就会去触发一次 但是如果你没有static的话 很抱歉 这边你一个物件 就只会触发建构子几次 就一次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今天是 放在类别变数里面 就不会只有触发一次 所以用这个方式 去控制这个count的值 所以这边我们有两个是 这个静态的 其他你们也可以把它改改看 如果这边把它改成静态 静态把它取消掉 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 那最后把值return出来 那并且把这些讯息都相关的资料 分别把它print出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最后 那我传递过来的话 就是std 就是student1 传一个number 1号 然后它的成绩 2号 它的成绩 那再来的话 我要输出的 编号部分的话 就是老师的编号 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词 那这个词呢 特别注意 如果是它宣告是一个 这个类别的变数的话呢 我们直接可以给它一个 我们的类别的名称 再加上什么 加上它 因为它是静态的 加上它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变数的名称 把它摆在后面 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存取到这个词了 但前提是什么 它是一个什么 static OK 所以存取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就不需要new了 不需要说这个地方 你会想说老师 那你为什么没有宣告呢 你就可以用 因为它是static 所以我就直接可以存取它 那再来的话 呼叫里面的print 把里面的 因为我放了编号跟成绩 那我把它print出去 print出去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呢 就会把这些相关学生成绩 1跟2的这些资料 把它输出 所以这一段显示出来 就会是这样 那你会发现的话呢 这个值有没有 就刚刚这个值 T100有没有 其实我们是怎么样 直接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抓过来了 这个是静态 静态的成绩变数的使用方式 那再来的话显示人数 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用get studentcount 那count的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学生人数的部分 这边都会显示为2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们物件会被呼叫两次 所以get到的也会有两次 那这边 上面两个 上面这两个 是用什么 用物件的变数去存取 所以存取过来的这个值 这个count的值 也都是2 那如果用第二种方式 用类别 类别的变数取得 也是2 为什么 因为它永远是静态的 它如果这个静态拿掉的话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应该会1 这个会1 然后 这个也会是 只有1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静态的话呢 就会等于是 每个都有独立的 自己的count的变数 那其他编号这个地方也是 你会发现 这三个也会都是一样 因为它是静态的 所以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我把这个画面 也把它放上去了 各位参考一下 OK 画面还给各位 了解一下所谓的 静态的sthetic 实际上它就是 所谓的 类别的变数 也就是类别 类别变数的话呢 是大家共用的 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假设你的资料 会被所有的物件 通通共同使用 像 像count 这样子 那你就这个地方 就一定要把它宣告 为一个sthetic